哥倫比亞救難軍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為他們終於找到上個月一號 最機失蹤的私民海童 分別為13歲、9歲、4歲和1歲的孩童 身形略顯瘦弱但意識清楚 他們等於在亞馬遜雨林中 上演真實版荒野求生 撐了40多天 哥倫比亞總統專程到醫院探訪 也見到功勞最大的13歲大姐萊斯莉 家屬說萊斯莉平時就學習叢林求生 懂得用法袋搭帳篷、磨麵粉和彩椰果 沒想到真的派上用場救了弟妹 回顧當時的墜機 救難員只巡貨機上三名成人遺體 不見四名小孩踪跡 不過後來陸續發現小腳印和吃剩的水果 研判小孩們生還機會很大 他告訴我他們能夠找到四個孩子 因為他們已經停止在海洋 所以當他們的船壞了 他們已經在海洋 四名孩童獲救後 當地原住民也特地舉行 傳統的感恩祈福儀式 這次哥倫比亞政府 動用上百名士兵和原住民 合力搜索125平方公里的土地 總算等到奇蹟發生 不過幸存的孩童表示 最近後媽媽其實撐了四天 才因為傷重不幸罹難 約新聞 總共報導